设备摆放在指定的位置 第二步就是管道接好 接到设备的那个主架主体上面 总共有三根管道 如果说管道接的太长 您觉得管道会有不稳固的话 可以用钢丝对管道进行加固 该设备还需要接水 在设备的附近处准备一个水池 将水泵倒入水池 然后设备一个水管连到这个上面 然后我们的设备箱里 连到这个 这个是排水 然后设备还需要接排水 这个是法兰 这个是排水管道 需要接到设备上去 线路要连接好 再一个就是把容油风机接好 燃烧机一号接好 燃烧机二号接好 你可以暂停了 当所有设备连接完成 就可以启动设备最小设备 可以的好 如果在燃烧过程中发现烟雾很大的情况下 您可以通过调节这四个拔门来控制它这个营烟的大小 一般状况下我们会对上面这两个阀门设置在三分之二处 下面这两个阀门我们会设置在三分之一处 咱们如果说运行就是把物料装到里边之后把路门关上 然后点火如果在现在是手动状态 是不是这是停 然后这是手动状态 在手动状态先开 二燃式的风机先开这个开关把这个开关打开 然后再打开这一个 把这两个开关打开之后 这是一个设定温度 现在设定是650度 如果说根据不同的物料 设定温度一般是750或者800 一般就是800度以上 当这个温度达到800度以上 或者你达到设定的温度之后 再打开这个燃烧器1 燃烧器1的风机跟燃烧器1 这个地方就开始连火 现在就已经连火之后 连火之后就打开这不是一个供养风机吗 再打开风机 打开风机整个一个流程就已经完毕了 最后如果说因为咱们出烟了之后 再把这个水泡那个循环打开 打开之后就是就可以周常运行了 当烧完了之后 那你们要关的话 先关这个燃烧器1的燃烧器 不要关这个燃烧器的风机 因为咱们里边有温度嘛 开着风机让它往里吹风 不要让它灰烧 把燃烧器容易烧坏 你如果说把这个都关上的话 它容易灰烧 如果里边有火的话 就关了之后 然后再关这个燃烧器2 燃烧器2的风机也要开一会儿 这是手动状态下 那风机肯定也要开一会儿 这个风机 因为就是大概一般就是 20分钟到半个小时的一个时间 因为也是根据炉烧器的温度 如果你要太高的话 就开着时间长一点 这是手动状态下 如果说是在自动状态下 咱们这不是有一个手动一个自动吗 把它打到自动状态下 它所有的就运行了 自动运行是一个什么状态 这个温度咱们设定了 如果说是650度 它自动点火 这个是二燃式 先点火 点火当这个温度显示到650的时候 这个燃烧器 就一燃式燃烧器开始点火 点火之后 当一燃式的燃烧器达到咱们设定温度 比如说300度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计时 比如说这个一燃式 一旦点火之后 到了300度 我这一燃式就开始计时 比如说你烧了物料大概能烧两个小时 到烧到两个小时之后就停止了 停止之后 我的燃烧器就全部关掉了 全部关掉 但是我的有两个电磁法 就这两个电磁法就开始工作 自动打开 然后风机它是延时的 往里边进风 也是防止燃烧器给烧坏的 这是自动状态 这不是里边有两个 有两个计算器 这一个是设置咱们依然是需要烧多长时间的 这个计算器是 这一个是设定咱们风机需要延时多长时间的 这不是打开这个片 波动 这不是 现在这不是设置是燃烧两个小时吗 比如说往上拨 这不是就三个小时 这个H是小时 不过说你要是 这不是 这是秒 这是分钟 再往下这秒 这个是小时 这个是分钟 这个H是小时 现在这不是设定了三小时 当你在这种状态下来的话 它就燃烧三个小时 整个机就停掉了 停掉 但是这个风机 这不是设定了三十分钟一个燃时 我就说往里进风 吹风 还有吹半小时的一个风量 要半小时就跟着浆温 这边自动状态的话 就是你放上物料 打开自动就不用管了 但是你要根据你们 实际分烧什么样的物料 那有可能有些物料 你分烧半个小时 到一个小时就烧完了 那有些有可能有些物料 你要烧两三个小时才能烧完 路过的是那个